那麼我們前幾週呢 已經用過這個Photoshop 3D了嘛 那我們在這個禮拜呢 再稍微補充一下 Photoshop這邊 還有一些跟各位說明的 那麼材質的部分應該還好 這個我們之前有 跟各位提過了 他的材質球 對不對 還有他 這個材質本身到底是要套用在哪裡的 還有分成什麼 前膨脹 斜角 突出 突出就是中間這一塊 所以我們上次用那個車床物件 那個叫什麼 突出的 因為他是這樣旋轉 旋轉的 那這是一個 再來呢我們往下看一下 這裡 那如果你 套用之後你不想要套用他的材質球就是要找到這個叫無溫底的 你就可以把他 還原回去 那麼再來就是其實 如果你想要套用一些比如說 像這個的木頭的溫底 一樣的 其實我們主要的 就是針對上面這一塊 上面這個 有沒有 漫射 漫射就是一般我們 好像一張貼紙 像各位平常設計貼紙這樣把它貼上去 類似那樣的概念 你就可以自己直接指定說 你要用哪一張圖檔 那他就可以怎麼樣 放到裡面去 那麼 如果呢你要找 我們這種 所謂的貼圖 所謂的紋理 材質 你可以 試看看 就是用一個關鍵字 像這裡呢 有一個 網站 這是專門 Photoshop 但其實是沒有差啦 跟一般的3D軟體 實際上都適用 也就是呢 你會找這個關鍵字 有沒有 叫做 Texture 這個 T-S-T-U-R-E 好那 你只要找到這個 他上面都是高解析度的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就可以把它下載一下 所以 可以得到比較好的品質 這個是給各位 稍微參考一下的 那上次呢 我們有用過凹凸了 有沒有 上次一張圖片 怎麼把它變3D 凹凸的部分 其實你就可以適當的去使用 還有什麼 半透明的 像比如說你要做一個地球 那我地球上面還有雲 那雲如果把它疊上去 你看像我們上面這個圖 你在網路上都可以找到這樣的圖 那疊上去之後呢 我們原本凹凸 就是利用灰階 好灰階去產生他的 凹下去跟凸出 黑色會凹下去 白色會凸出來 那透明度也是利用灰階 所以你如果看到像這樣的圖 你要把雲留下來的話 就怎麼樣 黑色的 會變透明 白色的會留下來 灰色的會變半透明 所以其實這個都跟我們一般的 3D軟體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在做材質就像這樣 所以你看 當你用這個所謂的不透明度 套進去的時候 他這裡就會變半透明 所以這個是 材質上還蠻有意思的地方 那 我剛才有講的 如果你要找關鍵字 原則上你用Texture會找到蠻多的 Material也是一個蠻常見的 那Map也可以 所以這三個關鍵字 比如說你要找木頭 你就找木頭的 什麼Texture Material 這樣子的關鍵字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 有沒有就把這兩個關鍵字把它 組合起來 就OK的 這個是我們 在材質的部分 跟各位稍微說明一下 另外呢 我們在這邊 這邊 這裡 如果呢 你要 有 了解一下說 其實Photoshop 他基本上 我們上次在右手邊這裡 有一個預設計 就在場景的時候 你按了預設計 是不是要很多種 我們上次有提過 如果你不需要收到燈光影響 就選擇 微照亮能力 這是一個 那 你往下走呢 其實呢 有很多 所以我把 幾種可能的方式把你 秀出來 那 第一個當然就是所謂的線條稿 有沒有 然後呢 像這個叫什麼 著色的 那這邊叫做 素描的 你可以看到很多 有沒有 所以有些時候其實 如果你需要的是類似這樣子一個 畫的東西 但是你又不好畫的時候 其實你也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那橫結面我們上次講過 對不對 橫結面就是我們 比如說用 車床物件 那我不見到到團整360度 我可以指到一部分 事實上他也可以斜角 好這個叫做橫結面 等於說我把模型 剖一半給你看 剖一半給你看 所以像這樣 那甚至呢 這裡 可以怎麼樣 搭配 可以時間軸 我們就可以在Photoshop做動畫 也就在Photoshop裡面直接可以做成影片 你看配合時間軸 有沒有 那 這個 往上拉 我們這個房子就怎麼樣 從下面慢慢往上蓋上去 所以時間軸也是Photoshop 各位 不熟悉的陌生的 對不對 你看3D你也不了解 時間軸你也比較少用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部分如果你有興趣 你再去參考一下 我們下面 都有 跟各位做個說明 那另外呢 就是 你在Photoshop裡面 怎麼樣把多個模型 放到同一個塗層 這個我們有提過 對吧 因為呢 我在看各位作為的時候 也有發現 比如說他有一個 這樣的模型 又有這個模型 可是他是 分成兩個 3D塗層 那這樣的話你就很辛苦 因為 你要個別調整 這兩個 塗層的 後視角 燈光 攝影機 那 有時候呢 還合不起來 那麼如果你可以把它合併在一起 這個呢就跟 平常哥一樣 像這個 是同學的作業 有碗有筷子 有沒有 但是他放在不同塗層 有沒有看到右手邊 這裡有不同塗層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選起來 之後在下面這裡 有一個合併塗層 跟各位平常 一般在塗層裡面 做的合併塗層一樣 那你合併完之後呢 在 3D這個面板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 他兩個模型就在一起 當然前提一定是兩個都是3D塗層 如果3D塗層跟不是3D塗層 合併 這樣就沒有意義啦 這樣了解 所以這個地方 你可以 參考一下 這個是 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再來就是 請問 我們到目前為止 都是自己做模型嗎 自己做產生這些所謂的3D的造型 那網路上有沒有 免費的模型可以用 有 只是呢 Photoshop 3D的部分 比較不好意思 大部分都是 都是付費的比較多啦 你可以找到像我這邊有列出幾個 這種的 不是 Photoshop 3D的 是一般我們 網路上比較常見的3D模型 那這些模型 可不可以叫進Photoshop裡面 也可以 他其實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們在這邊先介紹大家 那種專門為Photoshop3D而來的 像這個就是很 經典的 Pistosquid.com 那 當然 可惜的是他當然是付費的啦 但是你可以看到 你看 有沒有 專門做Photoshop的 他有超過7萬個3D物件 而且你只要用了就可以了 來我們看一下 你看 有沒有 金魚 你點下去 他在線上就可以先操作了 看一下 點下去 看一下 這裡我看一下分類 建築的 我先看看這個 好我們看看這個吧 這個 點進來 他都是用Photoshop3D做的 那 他的好處就是你可以在線上直接怎麼樣 你看 直接轉 有沒有 我可以在線上就直接 做這件事情 那你可以在右手邊看到 有沒有 下載 那麼當然 我們現在用的 如果你是免費的 他就是 就是PNG 而且會加一個浮水印 而且會加一個浮水印 那你下載的時候你還可以選擇 我的陰影 也就是說我模型的陰影要不要打開 如果你打開 他在這邊 他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這裡陰影就跑出來了 對不對 好這陰影就跑出來了 所以 如果呢你下載是沒有陰影的 那下載下來就是透明的 背景透明的 直接就可以用 所以這個是這個網站很特殊的地方 那 這個呢也是 就是 Photoshop 一個 很重要的 3D的這個網站 因為 別的網站 都沒有跟他一樣 因為 他是完全針對 Photoshop 3D而來 好像這個COVID-19的對不對 你就在這邊 等他一下 有沒有 你就是 輪輪放大的縮小 這個旋轉 都是直接 產生互動的 那這就看你啦 自己做當然是一種方式但是 有些時候呢付費的模型 我們在使用這樣也很 方便 那再來呢 Adobe自己也有 Adobe自己也有比較大3D Creation 那他 基本上 有付費的也有免費的 但是免費的不算多啦 那你需要呢先註冊 就是Adobe的帳號 Adobe帳號 那上面呢就有 很多這些3D模型 都可以下載 那我們剛剛介紹這兩個最大的優點就是他跟Photoshop相容性是最高的 因為用他的方法做的嘛 所以自然相容性最高 你拿別人的3D模型進來還不見得 就是那麼順暢 這個是 各有優缺 那另外這裡有 這個 或者是 這裡 這個是目前唯一找到大概有幾個 有 PSD的 那種免費的 3D 也就是說用Photoshop做好的3D 下載下來的 這個網站的 有幾個 不多啦 但是呢 就是你可以參考看看 因為 你下載下來 我在Photoshop裡面就可以直接像這樣打開 所以 這裡面有很多 那 你可以看到 在下面這裡 老師有準備一下 剛剛的這個 我記得好像有練習檔 這裡好像沒有提供 不過沒關係啦 你就簡單看一下 那至於說要怎麼樣從 Photoshop 匯入外部的模型 跟匯出的話 你可以參考一下這邊 我們在Photoshop裡面其實不見得全部都要自己來 那 你也可以從這邊 比如說我這邊先簡單開一個 預設的大小 他就在這個地方 在這裡 在3D的選單裡面 你可以找到 有沒有從檔案新增3D圖層 他雖然叫3D圖層 但是事實上就是3D模型 所以你在網路上找到的模型 如果不是專門forPSD的 也就是 如果是Fortoshop做的 是副檔名就是PSD 對不對 那在這邊不是的話 你就可以從這邊把它匯進來 那一樣的 如果你Photoshop這邊做好了 你要把它匯出去行不行 也可以 在下面這邊 這裡有一個 叫做轉存3D圖層 這邊就是Photoshop的匯出 所以你要從這邊匯出 也可以從這裡匯出 那匯出之後你都可以拿到哪裡 其他的 這些3D軟體裡面 好 這樣子呢 你在使用上就會比較方便 所以我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 你再去看一看 好不好 因為這個 要講的話 還可以講蠻久的啦 只是說我想 今天的重點就不擺在這邊 我先把 Fortoshop部分 簡單的介紹一下 那下面這個呢 這個是類似 有一個軟體叫 Zbrush 其實如果你有 經濟過3D的 可能你會對這個軟體 比較熟悉 像樹梅系的 他們這個幾乎是 避雪的軟體之一 為什麼 因為呢 好像3D雕塑一樣 各位你有 如果有 做過那個什麼 雕塑 我們就可以 把他模型打開之後 我可以 在這邊 塗 然後你就看到他怎麼樣 塗到那個 模型的材質上面去 比如說你看Model在這裡 那我把他的 這個 臉的貼圖打開之後 我就在這邊畫 他這邊就會呈現出來 所以 像這樣 像帽子 這也是Adobe官方上的一個教學 所以 這個部分呢 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再去看一看 OK 所以我們先把 跟Photoshop 需要各位在知道的一些的內容 簡單補充在這裡 那下面這邊也有老師上課的教學影片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想要再多了解的 再打開來 好不好